如果要问你一出好戏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哪儿 那毫无疑问是于和韦喝酒蹦迪这段了 虽然是拼接三国的片段 但却没有一点违和感 于和韦更是凭借这段模型视频 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而后更是传出一句 先帝创业未办 蹦迪花光预算 那么这个名场面到底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早在一出好戏筹拍期间 黄渤竟想找一个有着领导气质 还搞笑的人来出现张总一决 结果找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权 有领导气质的不搞笑 能搞笑的又不像领导 这可把黄渤给筹坏了 就在他烦闷之际 无意间在手机上刷到这样一条视频 黄渤一拍大腿 合适的人权这不就来了 要知道 余和卫可是演过曹操的人 领导气质那不随便拿捏 于是立马给他打去了电话 余和卫一听 是黄渤的庶女座 表示自己很乐意帮这个忙 随后便来到了剧组 在拍着众人狂欢的戏份时 余和卫看大家玩得这么开心 也跟着蹦了起来 然后就是被一个鬼才看到 被创造了这个搞笑视频 我打了一辈子上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接着奏乐 接着我 其实在拍摄一出好戏时 王伯一开始并不打算让弟弟张艺兴来出演跟班马小兴 因为他觉得马小兴这个角色 从善良纯真到最终黑化 跨度太大 怕张艺兴把握不住 便把目光转移到班底演员李栋身上 结果等李栋上场后 黄伯才发现 他看起来没有那股的单纯劲 和弟弟的人设一点也不符合 于是在思来想去之后 还是决定找张艺兴出演弟弟一角 随后就给他一顿忽悠 说让他来剧组帮哥哥一个小忙 张艺兴也没有多想 很义气的就答应了 结果等他来到剧组后 才发现自己被坑了 因为在现实中 张艺兴非常害怕有鳞片的动物 哪怕只是摸一下 也会惊慌吃错 大声尖叫 而他所饰演的马小兴一角 还有吃生鱼的气氛 这让张艺兴十分头疼 随后便央求伯哥给他换条道具鱼 甚至提出免费给电影写歌 但都没什么卵用 黄伯还不断给他洗脑 最终在伯哥的安慰下 张艺兴克服了心理恐惧 一咬牙一跺脚 拿起生鱼就开啃了 只是一旁大意领人的伯哥 此时却突然掉链子 张艺兴看到这一幕懵了 伯哥刚才还从容不迫的跟我说别怕 现在却被吓成这样 何时自己才是大怨重啊 但为了让这场戏赶紧过 张艺兴只好化身心灵导师 反过来安慰一下黄伯 没事 每个人都有这一幕 Mush 张艺兴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把伯哥当兄弟 他就把自己的荧幕出闻给抢走了 在电影《一出好戏》中有这样一幕 黄伯意外受了6000万大奖 为了表现出内心难以自拔的激动心情 要抱着一个人狠狠亲一口 原本是安排班底演员李洞配合的 可能两人好不容易做好心理建设 准备开拍时 一旁的张艺兴却站出来提了一嘴 哥 这样好像不对吧 你猪鸟红要激动的话 应该先跟我互动的呀 黄伯转念一想好像也是 于是二话没说 就把要亲的对象换成张艺兴 张艺兴这次才反应过来 自己貌似嘴欠了 无奈之下 他也只好屈服于导演的阴威 黄伯一开始亲的是脸颊 惊魂未定的张艺兴连忙庆幸 还好刚才没亲到嘴巴 不然自己就不干净了 结果下一秒他人就傻了 因为一旁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 效果没有达到预期 要求再来一条 于是重拍的时候 黄伯彻底放飞了自我 狠狠地怼到了张艺兴嘴上 张艺兴当时就直接蒙圈了 但黄伯好似还没拍尽兴 借口说没拍到最佳效果 就这样又愁拍了好几遍 此时张艺兴的脸上写满了圣无可恋 连一旁的工作人员都对这一幕 大呼好羞耻 只有黄伯一脸满足的哈哈大笑 事后被害人张某在采访时表示 自己就不该嘴欠 但这一切对于黄伯来说 可是一个美好的回忆